关于性格局面影这一说法 对详弃的孙子的一生 这部电影可以很好地详细这个观点 虽然电影步调有点压抑 但细细品毒 会让人受到很多疾伤 最初 我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是 不理解不舒服 不理解在于不明白 为什么孙子在很多决定上会犯那么蠢的错误 最舒服是感觉整部电影让人感到压抑和绝望 不管孙子怎么做 她的人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变落 导演为什么不能给孙子一丝希望呢 为什么要让孙子在绝望中辞去 后来 在有了更多思考后 我有了新的感悟 孙子的命运不是导演安排的 是他自己创造的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孙子的经历 孙子有更生病越长的妈妈 自己把全体经历都放在妈妈身上 而对于孙子 所属于在贵河宫外 在孙子的童年里 最让他开心的 是有一次跟父亲去游乐场玩 过程中 他通过半狗脸被吓了父亲 于是变养成了一种习惯 在紧张或者想要对父亲开心的时候 狗脸就会自动出现 孙子成年后的生活还算稳定 他成为了一名老师 而且有一名不错的男老师很喜欢他 如果不出意外 他的一生也许就这样平静 而幸福地度过了 然而 人生没有一风风顺的 我们总要经历大大小小的考验 孙子也一样 他所经历的第一个考验就是 处理学生偷窃的危机 最为一名老师 学生偷窃是一件需要人次处理的事 然而孙子在他人生命名的第一次危机上 却放了糊涂 就使得偷窃事件成为他悲惨命运的打火索 我们看看孙子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学生居不承认自己偷窃 孙子为了虚视迷人便偷窃还者施主 方法说 学生已经承认错误 便退还了财物 施主要求学生亲自道歉 可是这怎么可能 学生根本就没有承认 何来到道歉呢 为了愧疏平息这件事 孙子在情急之下 跟施主说钱是自己拿的 后来学校知道了孙子通信这件事 再加上孙子为了错钱 华给施主拿了室友的钱 却并没有告知室友 就更使得领导认定孙子就是小偷 学校打算处罚孙子 孙子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决定跟学生谈谈 如果学生能承认罢却行为 事情就真相大白了 于是他恳求学生讲出实情 可没想到学生 就在校领导面前指控孙子逼迫他领罪 这要一来 孙子这名顶罪者已经百口诺别 他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孙子被学校开除后选择离家出走 此后孙子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悲剧生活 被斤辱 打骂 被抛弃 当小孙 出门身体 成人杀人犯 跟小混混思混 自暴自弃 最终被寻孩子打死 究竟是谁造成了孙子的悲剧 是冷漠的父亲 偷强的学生 多多逼人的施主 还是他后来遇到的那些招囊 可以说 这些人跟孙子的悲剧是有关系的 但孙子命运悲剧的造就者 其实是他自己 或者说是他的性格弱点导致的 在偷强事件中 孙子的处事分析 已经抱怒了他的性格弱点 在这件事中我们看到 孙子面对问题时 不想踏踏实时解决问题 只想走绝境 做事不考虑后果 欠赏自己的人责 对自己的人群群乏责任律师 因此他才会在出一谋趋势时 撒谎学生已经认课环权 以及替学生摒罪这样的错略行为 也正是这些行为 将他自己推入了深渊 孙子的这种性格基调 导致他在解决每次人生危机时 都草率对待 并为之后的人生 拿下巨大隐坏 临家出走后 他选择跟了暴力倾向的 作家男友同居 男友自杀后 他便成为了男友竞争者的情妇 被情妇抛弃后 他流入了跳舞女郎 在后来的冲突中 他成为了商业犯 虽然他之后遇到了 中心的他的理发师 可没过多久 他就因为之前游笑的 隐喚杀人而被捕入狱 所以 他的一生都是在 一边围过去的错误买单 一边又不停止在 新的错误中遇过的 痛苦又混乱 每次遇到挫折后 孙子都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但他却从没有停下来好好反显自己 思考一向自己应该力分身的这一切负什么责任 该如何做出改变 潇洒 他一次次盲目的被性格热点牵着走 重复的陷入同样的悲剧情境中 最终默默的度过了这无良又酸糖的一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 这就是不能怪孙子 一切都要怪他的原生家庭 而且 孙子不过是为了寻求爱 这有什么错误呢 孙子的问题确实源于人生家庭 甚至大放脸的说 人的很多性格问题 都许源于人生家庭 但是人生家庭 不光为一切问题被关 人的反省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决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克服人生家庭再来的问题 只不过克服弱点 完善自我是一个痛苦写漫长的过程 很多愿意承担这份痛苦的人 会在自我塑造中重新改写命运 而孙子的悲剂 在于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并因此发愈了巨大痛苦 但他却不愿意承担完善自我的痛苦 不愿意反显自己 也不愿意做任何改变 那么 孙子怎样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答案是 反显将次又完善 也许 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孙子 或多或少受到过原生家庭的伤害 不同的是 有的人会就此沉连下去 甚至在失忆与运恨中遇过一生 而有的人则会追射现实 并努力完善自己 他们总能在黑暗中发现生命的真谛 要生命的价值最大化 如果你正美丽完善 自己也能邀请你加入本期贯毒项目 走向自我完善 克服性格热点 让你在只有一次的人生里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长按下涂扫码 加入我们小于于地告诉你 请你交人是早饶特会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